大家好,我是FM,這次為你介紹楊梅坑 去綠咀山莊看周星馳拍的美人園的山洞 先看看地圖先,先是由深圳去到我元宣寺住的位置 我們由深圳去到南澳,再轉車去楊梅坑 之後再搭船去綠咀山莊 由連塘口岸機出口,去到港嶺巴士站,搭E11 8個站後,去到南澳月亮灣站下車 車錢是10元,大約是75分鐘車程 到站後,同站轉成274 17個站後,去到楊梅坑,這是總站 車費是3元,大約是45分鐘車程 這裏就是楊梅坑的總站 下車後,有人會漏你去搭船 由楊梅坑去綠咀山莊 60元是來回船飛 去到綠咀山莊之後,任你玩的 你拿著一張飛,便可以乘搭船 回到楊梅坑 最遲的船是6時半 見到這個紅屋餐廳,便直進去 便可以走過去碼頭那邊 叫我們沿著碼頭,走到這裏搭艇 然後就過去綠咀山莊頭那邊 第一提大家,在上船之前 一定要買足夠的水 以及做好防曬的措施 因為超載,我去的時候是31度 這裡的水很漂亮,是綠色的 我們現在走下去,去搭船 因為現在是退潮 海水原本沈住了這條路 我們就要沿著這條路走出去 所以很滑,更加要小心 現在我們就上船了 就去綠咀山莊 上船後,每個人都要穿救生衣 一隻艇大約坐到80人 船程大約是15分鐘 雖然是平日,但很多人在這裡玩 嘩,來到這裡就好像去了巴提亞 嘩,來到這裡就好像去了巴提亞 不可以玩大艇一樣 很快就來到碼頭了 看到有人玩水上電單車 嘩,這裡的水超棒,綠色的 嘩,綠色的 然後現在這裡就可以上船 不是,上岸,這裡可以上岸 然後就任你玩的 這裡都見到很多快艇 再每客人來又再滿客人走 所以很多人來這裡玩 我們就已經到鹿嘴山莊頭了 鹿嘴山坐船來到這裡 前面你見到有隻藍色的車仔 他真的可以車人過來這邊 乘搭船就快一點 我們現在沿著這一邊水 那就可以沿著山走到 美人移動的位置 這裡就見到一個沙灘 有些人在這裡玩水 也都有人生氣你 是坐水長電單車 現在好多人下了水玩 這裡好多海草 上去人魚洞 如果不走的話 這裡有個車仔 它是5元一位 載你上去 哦,走了我們 對面那些電動車 你可以駕駛 但是10元半個小時 這裏就是去到鹿嘴山莊 那這邊就是去到鹿嘴山莊 全面有很多度假屋 很漂亮呀這些 這個車程大約是5分鐘 只上到較近山頂的位置 可以不用你走 因為太曬了又好熱 我們看到一條石的樓梯路照跟人上 沿路有些文章告訴你這個移動是怎樣 放了兩張照片 走了一會很快就看到一望無際的大海 走了很短的路程 現在看到海岸 水很漂亮 這裡可以看到深圳第一度曙光 對面都是一些很漂亮的沙灘 很漂亮 一望無際 下面的水又清 下面的水底的石頭 這裡就是拍攝美人魚的地方 下面的地方應該看到洞 迎接深圳第一度曙光 好了我們繼續沿著這邊 這裡就是綠咀山莊 給人度假的一些別墅的房子 這裏很多人都是為了拍攝 經常做一些很危險的動作 這裏就是天南海角 其實在這裏拍攝 看人好 不要自己做 有些快艇來到這裏就是 可能看到樓下的就是那個洞的位置 除了行山是看人魚洞 但我都很想搭這個快艇 在海上看這個人魚洞 一會我看看有沒有船 可以讓我們坐出去看看 這裏可以看到水很清 之外就可以看到 剛才那些人站在石頭上拍照的地方 這裏有一個拍攝的地方 它是幫你剪接和拍照的 這裏見到一個叫做圓崖石 有條鐵鏈 我們繼續走 我們走 終於見到這個海食洞 這個是海食崖和海食洞 終於走到這個叫做海食洞 楊梅坑一定是看這個 很瘋狂瘋 但是海水真的很漂亮 這個是不放進去的 剛才上面那塊石 就是有條鐵鏈的那塊石 有人走進去 有人走進去 嘩真是危險 這個海食洞 就是這一邊裏最大的洞 沿途只有一些鼠陰底 可以遮蔽陰 所以做足防曬措施及足夠的水份 在沿路下會見到一枝岩石 因為是地殼變動而令到它滾上來 附近有一個牌子告訴你這些石是怎樣形成的 講的是地質殼 這邊是綠咀山莊可以用來度假 有些人進來這裏想看第一道曝光 走這條沙路其實都OK不算難走 沿路除了看到地質殼變了樣子的石頭外 見到很漂亮的海景 亦見到很多危險的動作 就是人為了拍照走到很邊緣的地方 這裏有兩個牌子追我的人從這邊排到法國 另外它後面就是無值是多摩的寂寞 這一個是不知什麼 這裏有些付錢的望遠鏡 而這裏沿路差不多走回山 就會經過綠咀山莊的別墅 它的房間是一間獨立屋 山而建在山上 這些房間大約要500至800多元一晚 沿路見到另外一個碼頭 走到這裏就差不多走回山 這個碼頭的石像中情州的石 經過綠咀山莊的酒店之後 就來到這個位置 好像一次清泉一樣 剛才我們坐的車仔都經過這個公園 住在這裏的酒店的人 我估計都是來這間原來餐廳吃東西的 因為只是看到這間餐廳 接著我們便乘戴戈爾夫頭車去馬頭 去到馬頭問船家 現在真的有船可以載我們出去玩 我們現在包了船 一百元兩位 就去到楊梅坑 那個山洞水石洞那裏 跟船家說便可以的 我們首先都走過這一邊 就走下來 剛才我們就是走在上面這個位 好棒的 我們現在可以看到 在船上看到這幾個 剛才說那個很特色的洞 那些岩石 為何會形成90度屈曲 就是因為地平線的移動 這裏又會見到 這裏有一個洞 這裏有一個洞 那裏有一個洞 剛才拍照就是前面 我們現在先去拍照 這個洞就是剛才有人走下去拍照的那個 有一個洞 這個位置可以見到有三個洞 這裏可以見到我們剛剛刊登 能看見我們剛才走上綠色的 很迷彩地方的位置 這裡見到原崖石 這個位置見到成隻龜 這個位置就像剛才那張圖片拍出來的照片 這個角度是不是有隻龜爬上來呢 現在我們就去看一個最大的海色洞 現在近邊看就會看到它的岩層是一層層斜了下去 這邊其實就是最大的洞 但是你不坐船是看不到這一個洞的 因為剛才我們走上面的石已經遮住了 這裡是最清楚的 一定要坐船才可以看不到這一個洞 上面陸陸續續走日也有很多人坐船來 坐船之前的史先聲明是不允許上岸的 船家載你去看這幾個海色洞之後 就停在這裏給你拍照 拍完照之後我們現在就回到船頭 全程大約半個小時左右 全程大約半個小時左右 只是很短的距離 我們之後再給船船 就繼續回到楊梅坑那邊 現在我們就回到楊梅坑的碼頭 由於是退潮了 所以看到露出了一大片小片的石頭 這裏看不到是吉兆沙來華酒店 船現在回來了 就是我們去沿路後 現在下船 我們現在沿路走 走了 由於曬乾了那塊地 還有水退了很多 所以現在走的路都沒有那麼滑 現在都看到很多船 準備進入楊梅坑的綠嘴山莊 而看到這一片啡色的地方 就是退潮之後露出了水面的石頭 是一個海底 因為現在大退 所以看到很多人在畫片 現在看到很多人在畫片 就知道那片很大隻橋 就知道 其實這個地方在大陸來說都很出名 只不過是香港人不熟悉這個地方 因為山長水遠 前面這個楊梅坑的客戶服務中心 但是不是在這裏上船 就要在這一邊上船 我今次的旅程暫時來到這裏 我下一段片就會繼續我的行程 記住繼續留意 訂閱讚好和分享 拜拜